好的各位保友們 我們今天要來拍一部影片啦 這部影片要教大家怎麼樣去使用 我們這個iPogo的功能去抓色違 那因為其實很多保友都在詢問喔 那不只iPogo啦 PG-Sharp也一樣 就是反正呢 抓色違的方法大同小異 那今天我們示範是以用iPogo的手機 iPhone手機的iPogo程式進行示範 那簡單來說呢 如果今天我們的iPogo有這個VIP的功能的話 我們只要打開這個設定 有一個即時坐標開關我們把它打開 那打開之後呢 往下滑 請打開這個 附近快捷自動走路傳送 打開這個功能 那建議啦 這個附近快捷隱藏顯示把它關掉 那為什麼呢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主畫面 這一排是VIP的這個 即時坐標開關的功能 這一排就是附近快捷顯示的功能 那這個其實用不太到 因為它只是顯示附近的寶可物 這個一般版功能就有了 所以我們先把它關掉 好 關掉之後呢 就只剩下VIP的功能 這個即時坐標開關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進行設定 那我等一下再來教 我們先把基本該設定好的設好 好接下來我們必須開一個功能 叫祖育菲色違 那祖育菲色違忽略100IV 我不建議開 那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我們今天就是要抓色違 100IV 是不是100IV 我不是很care 所以今天就算 我在點色違期間 點到一隻100IV的 我想點的寶可夢 我也不會想抓它 因為我今天的目標就是色違 所以是不是100IV對我來講 不是那麼的重要 那我就把它關掉 那當然如果你說 我如果在點的過程中 我不小心點到100IV 我想把它留下來 那就請你開這個功能 那就是點到100IV的寶可夢的時候 它就會進入戰鬥 那如果你是開這個祖育菲色違的話 就是點到 不管它幾IV 隨便 假設它100IV 只要它不是色違 它通通不會進入戰鬥 例如這樣 這樣 點了就不見 有沒有 直接沒有進入戰鬥畫面 但事實上 它們還在 那如果你今天想說 欸 我不小心點了一隻寶可夢 假設我點它好了 怎麼辦它不見了 我想抓它欸 怎麼辦 不用擔心 遊戲滑掉 重開 它又會出現 因為它只是把它 阻擋掉顯示而已 當你重開之後 它又會出現在原本的位置 所以不需要擔心 好 那接下來呢 要怎麼設定呢 還有一個功能要設定 強化投球 這個取球加 AXLEN加取球跟AR可以打開 那打開之後呢 我們丟球 每一球都會是AXLEN加上取球 那會提升我們的捕獲率 那最後 我們要開始進行設定的部分 那到底要怎麼設定呢 很簡單 我們可以點這個地方 是快捷可以直接進來這個畫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按照正常的流程 就是點擊這裡 然後選擇坐標 這一個三條線這邊點進來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那首先呢 像我現在這邊設定的是EBOO 那如果你想改別的寶可夢 就把它按XX 然後點它 點它 然後找到你想要的寶可夢 隨便 反正我現在要抓EBOO啦 簡單來說我先示範用EBOO好了 EBOO打開 按返回 好 距離不限 當然你可以說我要在附近可以 自己選就好了 我是不限 那再來 等級E以上就好 像我要抓色違的話 我就不太限制等級了 IV的部分 像例如說你可以設定100IV 那就會把全世界的100IV 都顯示在這裡 都顯示在這裡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這邊進去 坐標 點它一下 就是這邊 點它一下 它就會全部把100IV 秀出來 現在全世界有的100IV 那當然你就可以飛過去 好 那你可以飛過去 那另外一種方法呢 就是直接點旁邊這一排 即時坐標開關 這邊現在都是你剛剛設定的 篩選條件 也就是說 現在這邊 全部都是100IV的EBOO 那因為我的等級只有16等 所以飛過去 點開一定不是100IV 這是很正常的 那30等以上 飛過去 就一定是100IV了 好 那除非說 例如 可能過整點 例如現在是 4.53 如果等一下到 5點整 那天氣可能改變 那天氣改變的狀況下呢 它就可能會改變IV 這是很正常的 還有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像很多人就會說 那我冷卻還沒 冷卻時間還沒結束 可是我現在有看到一隻很想要的寶可夢 怎麼辦 沒關係 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可是呢 在示範過程中 我要先提醒大家 這個地方要注意整點的問題 為什麼要注意整點的問題 因為整點會變天 所以當它變天之後 例如 你如果是只是單純抓100IV的話 基本上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在抓色違的狀況下 嗯 我就不建議跨整點喔 因為只要一旦 它跨整點 原本顯示色違的 就算你現在在戰鬥畫面 例如這裡 欸 等一下 我要先把它關掉 因為我要進入戰鬥畫面給你們看 嗯 那個 阻力飛色違關掉 好 假設是這一隻喔 假設這一隻是色違 假設 那今天到這個畫面之後 我們是不是會卡在這邊等兩個小時01分 那你在等的過程中 假設它是色違喔 兩個小時01分也就是 嗯 假設我冷卻時間是 7點完成好了 假設是7點結束 7點01分冷卻完成 假設 那今天我等到7點01分 是不是中間已經跨一個小時以上了 反正就是隔小時了嘛 隔整點之後 那到時候會發生一個問題 這裡顯示的是色違寶可夢 但是你抓到它的時候 不一定是色違寶可夢 為什麼 因為它變天了 它變天了 色違就有可能變成不是色違 這是我親自測試過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要請大家注意的喔 這一般人比較不太知道 好 那如果今天你只是單純要抓100IV 或是你想要的寶可夢 那卡在這個畫面 卡兩個小時01分是OK的喔 它並不會說因為 你變天然後它的IV就跑掉 不太會 基本上都是不會啦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 我的做法就是用一些 就是像這隻你看很明顯嘛 就是沒有在用的手機嘛 就是都碎掉了 裂掉了都破掉了 反正這隻呢就是放在這邊 然後我就做我的事了 例如我想抓這隻的話 我就放在這邊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做我的事 那當然要記得啦 要充電啦 不然每一天就尷尬了 好不容易快可以抓了 結果每一天就很尷尬 對 然後啊 在這個畫面 如果你在卡怪的時候 請你不要跳出桌面 就是跳到這個畫面 千萬不要 因為這遊戲有設定要幾分鐘吧 有的時候你運氣不好 可能幾十秒 它就自動重開了 所以千萬不要 那也不要關螢幕 卡怪的時候 不要關螢幕 如果你要關螢幕 請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 先關螢幕 然後 開飛行 WiFi關掉 好可以關螢幕 這樣子就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啦 就是我還是建議 開著螢幕 這樣會比較安全 不然等一下 要是有個萬一 遊戲重開了 大家都很麻煩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色違的部分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你點到色違的時候啊 它就一定會直接進入戰鬥畫面 然後這邊的冷卻啊 冷卻時間有沒有 有顯示嘛 都不用理它 因為我們今天都沒有做有效動作嘛 包含剛剛我這個球掉到地上 也沒有關係喔 你只要不要丟到它都沒事 還有不要餵莓果 你餵了莓果 就算你沒有丟寶貝球 一樣是做有效動作喔 這個地方要注意 那這個部分 大概就這樣 抓色違的部分大概是這樣啦 然後 不管是蘋果還是安卓的做法都一樣 只是軟體的不同 那蘋果是中文的嘛 是iPogo嘛 安卓就是PG Shop 其實XA就在這 那這些抓法啊 還有點色違的方法都一樣 像我們在社群日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著這個主欲飛色違 然後一直狂點那隻社群日的寶可夢 那這樣的話 就會有效 非常有效率的 讓你點到色違 那以上 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那如果有個 有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詢問喔 然後 如果有需要訂購VIP的話 也歡迎到我的賣場喔 歡迎找我 感謝 掰掰